口罩实名之2.0本周四即将上线 被称为IT大臣的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 是亲自率领开发团队 有媒体报导指出了要在短短一周内 克服流量压力以及系统串接等五大挑战 那么上午唐凤表示 口罩预约平台将在周四上线 也计划每个星期四进行改版更新 昨天主要就是官网网络公司 针对我们就报税软体稍微加以修改 让运用读卡机可以去进行注册这一部分 是进行测试 那今天我们会试着 就是对于不需要读卡机的这一部分来进行测试 那当然周四上线的时候 大概它的功能不会是最完整的功能 那接下来就会是每一周每一周 反正就每一个周四的时候 是有上版的空间这样 好 口罩实名之2.0呢 新增了网络预购 线上付款以及超商取货 官员透露了唐凤所率领的资讯技术团队呢 上个礼拜四五号开始 就在地线测试调整系统 首先是扩大覆盖率 加入手机认证功能 但是为了避免大量网络流量塞爆的问题 正在紧锣密鼓的测试 此外必须跟健保系统串接 避免人员重复到药局购买 以及线上金流支付 还有最后的口罩预约取货问题 目前口罩实名之资讯团队呢 正在密集进行相关工作中 期望在七天内克服这五大挑战 力求三月十二号 让口罩实名之2.0 能够顺利上线 开放语言